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在徐才厚政变故事的第一集中 就讲过徐才厚情妇张兰兰 嫁入习近平家的故事 这里就讲一讲徐才厚的另一个情妇 也就是军中妖姬汤灿的故事 作为公共情妇明歌天后 汤灿其实有着一个想为人知的梦想 那就是要像宋祖英和彭丽媛一样 做一个国母 或者是隐身的国母 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呼风唤雨 在他成了薄熙来的情人之后 认为终于找到了知己 为了帮助薄熙来未来 夺取中共的最高权力 他还自告奋勇 用美人计把徐才厚 拉上了薄熙来的夺权团队 不过把男人玩弄于鼓掌之间的妖姬 最后也把自己玩进了监狱 而且还是二进攻两次被抓 我们先简单的把汤灿的男人们 失忆失重 当然全部说出来没有必要 选一些有代表性的来说 说到汤灿 很多人都可能还记得他一炮而红的成名曲 祝福祖国 1999年是中共建政50周年 汤灿就凭着这一首祝福祖国而红遍大江南北 他能够演唱这首歌也是有故事的 就在前一年23岁的汤灿 初次登陆了央视的春晚舞台 成为了全国小有名气的歌星 不过上过春晚 不代表可以长期的红下去 那要怎么办 汤灿想到的办法就是 要有自己的代表作成名曲 但是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还是很难的 这个时候他就把这个目光望向了 捧红多个歌星的那个军中民歌作曲家 孟庆云 希望孟庆云能够为他谱曲 问题是孟庆云耍大牌 汤灿多次向他的央求都没有答应他 不过汤灿没有放弃 终于机会来了 在一次朋友的聚会当中 汤灿遇到了孟庆云 再次表达了他能够为自己写歌的意愿 为了表示他的诚意 汤灿当场就把孟庆云作曲的歌曲 几乎都唱遍了 汤灿终于感动了孟庆云 当然最后感动孟的 还是汤灿的天赋本钱 为了他的歌唱事业 他把青春美丽的身体 就献给了大他26岁的游历男 所谓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别人是下血本 他就下了肉本 终于买来了这首歌 让他一唱成名天下之 有人说出这个肉本 跟这个下血本相比 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会试本 汤灿还发现 这个不仅是不试本 而且是回本很快 大有赚头 当然搞定了这个作曲家孟庆云 不代表今后 就可以保证一帆风顺 同时他又同样花肉本 败在了大名鼎鼎的声乐教育家 金铁林的门下 成了当时江泽民的情妇宋祖英 和军中女歌星彭丽媛的同门师妹 大家都知道 金铁林一生风流 入门女弟子中 很少没有和他上过床的 还把女弟子当年红透半边天的 女歌星李古一 睡成了老婆 虽然年龄上 汤灿可以做他的孙女 但是两人一度是打得火热 那关系看起来 好像是妇女一样 实际上就更胜于妇女 不过金铁林 毕竟已经是花甲之灵 又怎么能够锁得住 汤灿一颗要往高处 飞得野心和年轻的身体呢 尤其是只是比他大四岁的师姐 还同是湖南老乡的宋祖英 当时在江泽民的护友下 好像是隐形国某一样 在歌坛的风头 那是衣食无两 演出的时候 还有专人的化妆间 宋祖英简直就成了汤灿的偶像 他一直在想 我的条件和宋祖英相比 那是毫不逊色 宋师姐能做得到的 我汤灿也能做得到 从此他也有了一个成为国母的美梦 他觉得离国母的地位 其实只是一步之遥 不过当时他毕竟是年轻 一度爱情老乏作 和当时著名的年轻导演陆川 还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陆川只是比汤灿大四岁 有一次陆川专程到湖南去探班 正在录制这个节目的汤灿的时候 汤灿从舞台上一下来 高兴的一屁股 就坐进了这个陆川的怀里 庞若无人 结果在见多世广 花样百出的陆川导演的训练下 汤灿与这个陆川 在床上一起念这个信爱瑜伽 成了房中树的高手 本来已经有着魔鬼容貌的汤灿 觉得自己还不够漂亮 不惜去韩国还整容了两次 并且还在这个脚脖子上面 闻上了一朵野玫瑰 终于把自己的修炼成为了一代妖姬 这个人见人爱的女歌手 与陆川分手之后 他真正开始了追寻自己 成为像宋主因一样的 裹膜的梦想 汤灿是一个认准目标 就不放弃的人 从他之前的情散经历 也可以看得到 他是个很有心机的人 这个情商也是很高的 从此他开始追逐 未来的这个真命天子 在这一波追逐当中 可以说汤灿那是越南无数 越观无数 这些人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有荷兰省开封市的前市长周以忠 江苏省无锡市前市委书记毛小平 深圳市前市长许忠恒等人 这些人当时都可以称得上是 年轻有为 看起来在政治上好像都虔诚无量 不过经过试炼 这个汤灿发现 他们都不过是空有一身臭皮狼 入得了他的身体 入不了他的法眼 当然作为歌手 他的主业是唱歌 而歌手最大的舞台 就是中央电视台 央视也就成为他最用心用力的地方 对善用自己的身体本钱 早就有经验的汤灿 很快就搞定了当时的央视台长李东生 汤灿歌唱得好 人长得漂亮 又很会来事 在这个李东生的介绍之下 很快就成为了众多北京的高官 奉年过节 交际应酬点缀气氛的交际花 而汤灿当然的涨获也很多了 先后就与中共政治局的常委周永康 以及周永康的秘书于刚等人都成为了炮友 很多人都知道 李东生在央视重点培养的有两个人 一个是王小鸭 一个就是明革天后汤灿 当然第一步是把他们弄上了床 成了他的情人 后来一心想潘高知的王小鸭嫁周永康不成 被周永康送给了当时最高检察院检察长的曹建明 也算是搭成了心愿 据说李东生也介绍过汤灿给周永康 就没有能够成功 周永康认为汤灿还是太嫩了 和他上床打上一两炮没有问题 要正式的娶回家当老婆就不太可能了 两个人的差别太大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汤灿在床上太能够折腾 周永康年纪太大了 虽然性质仍然很高 体力就跟不上 周永康最后没有娶汤灿 但是他对汤灿在床上的表现和会来事 一定是印象很深刻的 有一种传闻就是说 在汤灿的床上公事下 李东生后来被调到公安部 担任公安部的常务副部长 就是他向周永康提的建议 周永康和薄熙来在2009年接了盟 周永康后来乘着薄熙来到北京的这个机会 还把这个汤灿就介绍给了这个薄熙来 据说汤灿对街市薄熙来那是非常高兴 认为了是可以实现他未来当隐形国墨梦想的理想人选 而薄熙来对汤灿也非常欣赏 对他还以小妹相称 大家都知道江泽民也叫宋祖英小妹 1990年有一次演出后上台窝首的时候 江泽民是攥着宋祖英的手不愿松开 并且还偷偷递给宋一张小纸条 纸条上写着 以后有事找大哥 大哥可以帮助你解决任何事情 后来宋祖英春风得意 把纸条上的这段话还告诉了别人 有关这个小妹宋和大哥江的这个飞吻 就在民间和高层当中广位流传 薄熙来叫汤灿小妹 那真的是令汤灿心花怒放 越南无数现在终于找到了正主 汤灿那是对薄熙来千以百顺 使出浑身解数来复使薄熙来 薄熙来和汤灿打得火热 问题是当时薄熙来在争夺中共最高领导权的竞争中 处于这个不利的位置 当时的储君是习近平 薄熙来还在重庆唱红打黑苦熬正机 这可是令薄熙来是度火中烧 而汤灿的师姐彭丽媛也一跃成为了准国母 在歌坛的地位与宋祖英是平起平坐 也令汤灿度火中烧 在这一点上两个人倒是相当的一致 于是如何扶持薄熙来更有竞争力 在将来可以上位就成了汤灿当时的心病 后来汤灿偶然听说了薄熙来未来的夺权计划 想邀这个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加盟 经过一番思考之后 汤灿主动请英 说他可以想办法拿徐才厚入伙 薄熙来一听那是大喜 因为他早就知道了徐才厚是汤灿的歌迷 于是就和汤灿一起商量了 怎么样把徐才厚拿进来 薄熙来和徐才厚的关系其实一直都不错的 薄熙来在辽宁省大连市任职的时候 跟与老家离大连不远的徐才厚就有交情 尤其是2007年两个人还同时进了中央政治局 因为姓氏比划的关系 两个人经常还被安排坐在一起 很多互动 但是军事和政治是两条不同的道 这些关系都是很表面的 是一种应酬上的关系 完全没有达到了可以要结盟的地步 现在有了汤灿这个主动现实的那事情就好办多了 要知道汤灿从来都不是花瓶 他每次出厂都是中心人物 一直以来我们都误读了汤灿 认为了他不过是一个可以随意被人送来送去的礼物 其实在他丰富的情史之中 汤灿从来都是主动的一方 而且觉得一旦达不到目的就主动撤离 绝不会是脱离带水 汤灿想到什么好方法呢 原来汤灿拜在这个金铁宁门下的时候 有个同门师兄叫刘斌 歌也唱得很不错 当时已经是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的团长 大家都知道汤灿是个很惹人喜欢的美女 他也一直比他大14岁的刘斌保持联系 并且叫他刘斌哥 而刘斌早就对汤灿有着非分之想 现在居然主动找上床来 哪有不近一百分力的道理呢 在刘斌的努力之下 2010年9月13号 已经是35岁的汤灿 正式成为了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的独唱演员 背起来还被授予了这个文职级别的三级 专业技术的五级大校的军衔 享受这个副师级的待遇 汤灿入伍 当时是军中的一间大事 主管军中人士的军委副主席徐太后 当然是知情人 他这个汤灿的歌迷实际上还为此出了大力 三个月之后 从政治部出面抽调军中各文艺骨干 组成了这个威问团 前往湛江南海舰队司令部 威问这个官兵 这次威问是由徐太后亲自带队的 他特意就点了汤灿的名 要他一起随团南下 在威问演出前后的十多天里 这个汤灿和徐太后就有了多次单独相处的机会 两个人那是各有所需 很快就成为了炮友 而汤灿也在枕头边 把薄熙来想拉他入伙的想法告诉了徐太后 所谓最是男父美人恩 一番云语下来 徐太后也就半推半就加入了薄熙来周永康的团伙 汤灿当时除了搞定徐太后 他还继续去寻找 将来对薄熙来有用的帮手 当时的中央电视台的台长焦虑 就中了他的美人计 称了他的床上俘虏 在周永康和情妇央视女主播叶云春 2014年车阵的这个消息曝光之前 在央视比较有影响 传播这个范围比较大的丑闻 这个性丑闻就是 2011年初台长焦虑和汤灿两人 在乌山云雨的时候 被人当场撞破 并且被告发到了中纪委的事件 焦虑是当时政治局常委李昌春的人 结果在央视台长任上 只待了两年多一点 就被人举报 涉嫌全社交易下台了 由于焦虑东昌事发 被中纪委调查之后 并不是中共党员的汤灿 也受到牵连 被中纪委控制了 也许汤灿是第一个 被中纪委调查的非党员 奇怪的是 中纪委在调查汤灿的时候 只问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就是和焦虑的所谓不正当的关系 第二个问题竟然是军中高层的腐败案件 有着远大理想的汤灿 被中纪委控制之后 才知道政治的复杂程度 远远不是他这个小女子 所能驾驭的 因是像他这么有着强大的背景 党政军都有后台的当魂歌星 居然还是有人敢抓他 审他 第二个就是在审问的时候 他才发现 他所谓的党政军通杀 完全是个假象 尤其是中纪委问他军中的这些贪腐情况 他那是一问三不知 那些情况不是他不想知道 反而是还是特别想知道的 但是他是真的什么也不知道 汤灿的这个国某梦 一下子就从云端跌到了地狱 现在的当务之急 那就是如何从地狱中活着出去 他发现突然之间居然没有人来保护他 他试着找人联系周永康徐才厚 都联系不上 好像不认识他一样 至于薄熙来 更是远在重庆 他根本就指望不上 在万般无赖之下 他只好去找师姐彭丽媛求救 还好彭丽媛知道汤灿在习近平接班事务上的价值 在了解过情况之后 彭丽媛就告诉习近平 要习近平打电话给当时的中纪委书记贺国强 马上放人 贺国强可以不买其他人的账 但是习近平的电话却是不同小可 加上汤灿不是中共党员 把他关起来 那是名不正言不顺 在2011年7月底 中纪委就把汤灿取保候审给放了 汤灿摆脱了中纪委的控制之后 那对彭丽媛是非常的感激 他这个时候才知道 彭丽媛习近平做他的靠山 才是最安全最保险的 一向都很善于见风使舵的汤灿 于是还把他跟其他高官鬼混的事情 都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彭丽媛 甚至把薄熙来周永康和徐蔡后之间的特殊关系 虽然只是知道一些皮毛也告诉了彭丽媛 不知不觉当中 汤灿这个本来心比天高的民歌天后 摇声一变就屠靠了在歌坛已经过气的彭丽媛 成了彭丽媛红粉兵团当中的一员 彭丽媛当时虽然不露声色 但是内心当然是大喜过望 要汤灿继续和博州徐等人保持联系 另外一方面 徐才厚虽然是汤灿的歌迷 但显然是个伪歌迷 在军中几十年的历练 他对汤灿主动找上门来 其实并不是那么放心的 在汤灿被中纪委抓捕之后 中纪委当然有通知他 但是他不仅没有对汤灿施以援手 反而开始调查汤灿的历史 结果发现汤灿伸的手太长了 睡过的人也太多了 各路人马都有 这个实在是太复杂 尤其是当时争夺十八大常委的斗争 这个非常的激烈 作为地位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操然的军方来说 如果事情败露 那对他徐才厚就会很不利 后来徐才厚又知道了 汤灿取保候审 于是就开始派人跟踪他 当然很容易就发现了 汤灿和彭丽媛是往来频繁 习近平是博州徐的主要的政治对手 汤灿这么做 让徐才厚知道大事不好 好在汤灿对他们的密谋知情不多 在跟周永康商量之后 由军方极检部门把入伍 不足两年的汤灿就给秘密抓了起来 刚出揽裤又入虎屑的汤灿 那时吓得是魂飞天外 又把所有情况都招了出来 这一次是军方出手 而且是绝不容情 连彭丽媛也救不了他了 到当年年底 汤灿最后以可笑的受贿罪 在2012年春节前后 就被捕了判刑了七年 一下子就消失在喧嚣的舞台之上 汤灿风望太陆 盲点也太多 立场又不坚定 结果是得罪了太多人 据说为了帮徐才厚治汤灿的罪 薄熙来还通过他控制的媒体 给汤灿起了一个响亮的外号 军中妖姬 汤灿可能至今都还不知道 这个一度他认为是他的真命天子的人 在搞臭他的名声上 那是起了最坏的作用 不过汤灿毕竟年轻 七年的刑期也不算长 现在他已经早就坐完了 然后又回到了人间 并且在已经贵为国母的师姐彭丽媛的支持下 又重新回到了舞台上 不过岁月催人老 汤灿已经是不服当年的风采美貌 已经不可能回到当年的风光 但是比起薄熙来徐才厚汤灿 还有机会东山再起 有彭丽媛坐后顿 今年48岁的汤灿 再一次电放灿烂 也未可知 至于中纪委和军方的桌放汤灿 也就成了徐才厚和习近平交恶的开端 也成了习近平很早就下定决心 要整肃徐才厚的原因之一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